10月20日 艺人吴启力等一众演员 在香港仔出席剧集理想国的开镜拜神仪式 这时吴启力相隔7年后再拍电视剧 他表示初看剧本时不太紧张 觉得很接地气 但后来觉得角色有点难度 剧情也越发沉重 然后接完以后才发现 对因为看完剧本 再深入的再看完剧本以后就发现 有点重 剧情为照吴启力九岁儿子 不幸跳楼身亡的故事展开 他坦言在现实中 类似这样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所以呼吁大人和小孩遇事不要冲动 在商量中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个角色是其实 很想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 都可以商量 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千万不要做傻事 对 吴启力透露 半个月前跟女儿卓琳互通了信息 但没有去追问她 在加拿大的生活和感情状况 因为她愿意说的就会跟你说 不要勉强 大家要相互尊重 像朋友一样 以礼相待 因为我觉得她要告诉我的 她就会告诉我 然后我也每天都在学习 因为每一个阶段不一样 她现在要二十岁了 然后我觉得她是我 只能这样说吧 她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对 然后大家互相尊重 以礼相待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